第三題要探討擺常與單擺周期間的關係 去做哪幾次實驗 在控制變因法中 我們改變了A因素去測量了B因素 我們就可以了解A因素跟B因素之間的關係 所以要探討擺常跟單擺周期間的關係 就是要來改變擺常去測量單擺的周期 那在我們的實驗數據裡面 擺動十次所需的時間 就是來測量所謂的周期 那表示我們只能夠改變擺常 而其他因素都要保持無變 那我們看到了我們的第一次 我們的擺角都維持是6 然後擺常是25 第四次呢擺角還是6 然後我們的擺常呢是49 我們的第七次擺常也是6 然後改變的擺常要100 那麼它擺錘質量呢 也通通都是一樣的 都是所謂的10公克 10公克跟10公克 所以這三次實驗就是 我們改變了擺常去測量擺動十次所需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擺常跟周期的關係 所以呢第三題問我們說 要探討擺常與單擺周期的關係 要做哪幾次實驗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第1、4、7次實驗 因為這三個實驗 我們只改變了擺常 而去測量了單擺的周期 是在這裏是為方針出的 用時劑وا的 我們在一裏是為方針出的 我們在這裏是為方針出的